好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师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 2月26号礼拜三的盘后分析 台北股市间的表现不是非常理想 那当然受昨天美股又大跌的影响 整个指数找盘一开低的时候就跌了132点 那中涨还是跌了100点左右 那成交量有出量来到1757亿 那整个指数到目前为止来看 还是维持在整个半年线的附近去走区间 那我们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Lite Edge里面 这是新版的Lite Edge 因为3月起我们盘中会用3到5分钟的时间 用影音解盘的方式 标股的介绍呢 在这边去跟大家做解盘 或是介绍整个个股的一个走势 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转换到 我们新版的Lite Edge 欢迎各位 赶快把它转换过来 因为Lite Edge3月份要收费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是3月第一档潜力股在哪 那待会我们去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把整个思考逻辑呢 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那今天指数呢 来到半年线去走区间 记得昨天我有跟各位说过 这个时间点呢 台北股市未来的动向呢 要先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呢就是南韩股市 我们发现南韩股市呢 在这波整个肺炎扩炎的一个现象之下呢 它算是在全球股市里面比较弱势的 那礼拜一的时候呢 它跌3%引发全球股市都出现大跌 可是呢它跌3%下来之后 昨天出现反弹 今天受美股的影响呢 虽然有点震荡 可是呢它都还没有跌破前低 所以我跟各位说过 台北股市照理说 目前也没有理由去测前低这个位置 因为目前我们并没有那个社区 群聚感染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南韩股市呢 这地方能够守稳在前低的一个状况的话 对我们而言 这个地方是一件 算是一个有一个 具有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撑 那到底台北股市3月份 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反弹呢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新台币的汇率 稍微看一下 今天新台币的汇率呢 从早盘出现贬值之后呢 盘中是出现升值 那目前在下午盘的时候呢 也是微升的一个情况 那这波整个新台币汇率呢 它并没有让我们看到扁破半年线 所以呢连续这三天的一个贬值啊 那当然也造就了整个台北股市呢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 那如果说新台币汇率能够维持升值的话 对台股而言呢 外市的卖压就会 比较偏减轻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未来这几天的时间点呢 要注意一下新台币的变化 如果新台币汇率呢 贬值去破半年线的话 那可能台股的压力就会加重 那到时候呢 这地方台股就去撤前低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现象的话 新台币汇率能够稍微微幅一个 呈现一个比较稍微偏深的情况 那当然对台股三月份的一个反弹 是非常有利 那当然美国股市呢 这几天呢是出现大比 我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在Lite里面有跟各位去做分析 说美股呢在这波的走势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每次打到年线位置去或者是破年线 这地方都会有一个急速的 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 所以当美股急跌之后呢 如果说再破年线的话 这个地方他会有一个急弹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美股呢这波是慢慢跌 我觉得对台股的压力就很重 那既然他是属于急跌的状况 就依照过去的走势一样 如果说是破年线 这个地方这几天还有点震荡的话 因为他富乖离已经扩得非常的大 所以呢急跌会有急弹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能够搭配着整个台股 到目前为止来看守稳半年线 然后呢月线的成本已经开始下来了 那如果说搭配着美股急跌的反弹 台北股市也会跟着弹 那这波过年线呢这地方不是什么 过月线的月线已经不是什么压力 那到底反弹的空间能够有多大 接下来后面呢就要去看什么 新台币汇率的变化 所以呢 从整个韩国股市到新台币的汇率 到美股呢 如果说破年线出现反弹的话 这地方对三月份整个台北股市呢 这地方走反弹的机会呢 还是存在着 所以呢 当然他可能会受到肺炎的影响 压力比较重 但是我觉得台股目前就现阶段 就这几个指标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也不需要太悲观 那毕竟我们没有什么社区感染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说台北股市呢 在这个地方有机会 三月份出现反弹 那到底该怎么去操作 我们之前在我们的Line Edge里面 我们都有跟各位介绍个股 记得当初我们在介绍个股的时候 是从2月3号破半年线 我们就说那是低点 所以呢 那个时间点我们进场去做了两波的减便宜的活动 那第一波不管加联益 汉逊跟金展科都有两成以上的空间 那第二波我们减便宜的行动呢 是从台胜科到高端疫苗呢 都有接近差不多三成左右的空间 那如果说反观整个三月份台股的走势 台股如果有机会出现跌升反弹的时候呢 而且月线已经不是压力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呢 三月份的潜力股在哪里 今天我们节目就介绍第一档潜力股 那在介绍第一档潜力股之前呢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思考模式 因为这是肺炎的一个情况呢 造成全球股市呢 都出现都有影响 甚至于呢 对于一些人力密集的一些产业呢 影响程度都非常的大 那这个肺炎就算在夏天啊 有机会可能就消失了 可能就不见了 但是呢 很难保未来在冬天的时候呢 他又会跑出来 所以呢 我想这一经过了这次的一个教训呢 很多大厂呢 一定会去思考一个方式就是 我怎么样让我的人力的一个操作呢 这个密集度呢把它减轻 也就是说我尽量呢 多用一些机器的设备 或多用一些机器人的一个设备呢 来去增加我的生产 把人力降税低 如果说一个机器呢 大概只用一个 比方说一个人力呢 可以管了好几台的机器的话 那未来还有这个肺炎的状况发生 相信呢 对公司的影响力会最小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选股的方向呢 我倒是认为 未来有关工业电脑工业设备 或者是机器人的概念个股呢 他会是整个全球啊 一些很多大厂呢 他所思考的方向 或者是整倍往这个方向呢 去做一个操作 那如果说我们就从整个工业电脑 或者是机器人设备 这一块的一些个股来看的话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档个股呢 他就是鸿海集团的工业电脑的龙头 他叫做化汉 那这档个股呢 如果说你先从整个形态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将近呢 在这段格局里面 他都没有经过 都还没有明显的一个上涨 而是维持在一个区间扩底的走势 那如果说我们就从一个比较 长期的角度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 从周线里面你会发现 从将近 已经将近差不多2块2年左右的时间 化汉的股价呢 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大底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些 比较属于底部形态的股票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你会发现到 怎么搞的指数反弹空间不大 因为最主要呢 一些涨多高位阶的个股 比方说国具 今天盘中几乎快达到跌停板 那这类型涨多的股票呢 都会看到有一些卖压 当国具出现卖压之后 你看华欣科 股价一跌下来 你这一个月进场去买的 几乎都是套牢的 比方说6488的环球金 同样的是涨多的股票呢 都会有一些卖压 那这都是属于外资的一些提款机 所以呢 从整个2月份 我们在减平的过程里面 我们今天所操作的 这些个股每一档都是从低档 我们建议大家去做切入 所以你会发现 都会有一个波段的空间 跟利润可齐 那如果说依照这个模式 我们不去找这种高位阶的个股 那我们要怎么去找下一档呢 刚才说过了 属于工业电脑 跟整个机器人的概念股 我觉得会是未来整个大厂 整个思考的方向 或者是整个设厂 整个未来的一个标的 所以从工业电脑里面 像鸿海的一个龙头像化汉 这档个股呢 在整个底部形态 已经出现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底部的形态出来了 刚刚我们说过 从周线里面来看 快两年大底完成 那如果说这地方的周线 能够越过前面的这个高点区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形成一个 一年多的大底完成之后呢 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公式 所以呢 这个景线的一个位置区呢 大家不妨可以去查一下 将近呢是差不多在240到241附近 所以呢也就是说 化汉呢 在今天整个股价里面 收在228.5 那如果说近期的一个整理 就算说指数还在走震荡 它的整理呢 也都在属于一个 打底的一个位置区 那这档个股 如果说能够过前高的话 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起涨攻击的一个讯号 那这一类型比较属于 像是工具机 或工业电脑的一些概念个股 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我觉得在这次肺炎的一个影响之下呢 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之一了 所以呢我觉得 3月份台北股市到底有没有机会出现反弹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地方呢 从新台币汇率 然后呢 再从美股破年线之后 会有急弹的机会 台北股市的反弹 它并没有结束 但是呢在反弹个股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操作低位阶 而且呢是有潜力的个股 今天我们介绍第一档潜力股 U414的化汉 跟整个工业电脑跟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是有关的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掌握 这些潜力个股的买点 你掌握不到它的一个 进场的一个时机的话 很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现在正在为3月份的反弹 开始去做一些低阶减便宜的准备 那如果说你在地方 你想要去赚一个波段利润的话 很欢迎各位这地方跟着一起来 所以第一档3月份的第一档潜力股 我们介绍工业电脑的龙头化汉 6414的化汉 那未来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去介绍一些 好的股票给各位 那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LINE AT 那如果说你的LINE还没有转换的话 欢迎你赶快转换到我们的新的LINE AT 里面 那未来的盘中 我们会用3分钟影音的时间里面 跟大家去解盘 或者是跟大家去介绍个股 希望各位赶快跟着一起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